大家好 我是苏珊 很久没有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在上个世纪呢 我经常会写一些杂文 到本世纪开始集中研究文明发展以后呢 我就想起来那些杂文 所以呢 时隔了很多年 我就把上世纪的一些杂文呢 大约在05年前后节肌出版 名字叫《偏执批判》 副标题或者是在封面上 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在偶然和必然之间思考历史 很多人跟我讨论这个历史发展的 微观和必然性 这个问题呢 其实很早之前呢 就已经解决了 就是偶然性呢 是发生在微观之内 宏观呢就是必然的 所以它是分开的 历史不能简单的说 它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 或者说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你要看你在哪个分析系统之下去讲这个问题 比如说炒股的人呢 就会特别容易理解我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炒股的时候 也是分长线和短线的 你操作的时候呢 是看短线的 那你分析趋势的时候 是用长线的 所以我们看历史啊 来分析它的时候 也是要看宏观和微观 从而来判断它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或者说来把握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那么文明学呢 属于大文明 我最近正在修订改版的 这个发现文明这本书呢 名称就改为了大文明 直接就叫大文明 实际上就是宏观文明 那么宏观文明呢 实际上更多注重的 就是看它的必然性 就是研究历史文明发展的这个规律 但是微观文明呢 就是常规 我们看到一般的世界史啊 或者普通人跟你讲的这个文明啊 都叫微观文明 或者微观历史 所以它强调的是偶然性 那么假如你没有研究过大文明 或者宏观文明的话 是没有权利来说必然性和偶然性的 因为你就不知道它的差别嘛 所以呢 那么假如你碰到历史偶然 还是历史的必然的时候 你得知道在哪个系统之下去讲话 那我觉得比较全面的 一个研究历史的人呢 既应该知道宏观文明 也应该知道微观文明 也就是既把握它的必然性 也了解它的偶然特性 这样呢 你看问题或者分析世界呢 才会是相对客观和周全的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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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